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马里奥马上猛中回来试图想要将张美轩暴摔倒地 而后马里奥一记顶膝将张美轩击倒 接下来澳洲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地面残道 第二回要开始后张美轩开始发力以凶猛的扫踢暴踢马里奥 而后张美轩以跳戏外加连续重拳暴打马里奥 接下来张美轩以凶猛的高扫暴踢马里奥 紧接着张美轩想要再次以高扫暴踢马里奥 但是随之被马里奥接住腿将其暴摔倒地 接下来张美轩被马里奥压在身下以重拳暴打 第三回要开始后马里奥被张美轩的扫踢踢队了好几步 不过马里奥也很快以凶猛的低扫回击张美轩 接下来在面对张美轩的门功之下 马里奥开始绕着轮边四处躲闪并不主动发现门功 而后张美轩的高扫被马里奥再次接住 张美轩又再次被包摔倒地 但是张美轩马上抓住机会一记十字枯 直接可以对手赢下了比赛 裁判都看怕了马上冲过来指指 就这样突然被KO 这也让马里奥非常懊恼 从比赛开始到结束 张美轩将被轮转为主动 并用时不到三个回合的时间就将对手KO了 只能说我国的张美轩真是好样的